拿渣的大軍深入敵人陣地 已經足足半個月了 只是遇過零星的攻擊 那個犬庸巨人 連蹤影都沒出現過 拿渣現在的感覺 就好像陷入了泥沼一樣 越陷越深了 你真是縮頭烏龜 夠膽出來跟我堂堂正正地打個 沒有躲在那裡, 我不知獵翅 別這樣 小子, 打仗的事 不要用不知廉恥 還是不知收拾才對 幹甚麼, 像吊香鬼一樣 我已經很煩了 人家說你又說 你說笑他行不行 行, 我說了兩句我不說 兵法裡面有說 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有柴燒 你看士兵個個這麼辛苦 再這樣… 我用你教嗎 你還說甚麼兵法 我軍法處置你 不是你兒子 飛翔, 我們走 小蠟燒… 你怎麼樣? 可以, 我辛苦了 人家, 拿上來, 快點 快吃火了, 試試… 你進去兵修, 快點 快點扶起他們 快點 夫人… 夫人, 再會吩咐你 吩咐甚麼?我說她是娘 我說甚麼不行 婚… 夫人, 我這麼衝動就行了 我不是衝動 你們明不明白嗎? 小子放在那裡 兒子拿走才行 我說你們是好的 夫人…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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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你幹甚麼? 快點給我一支錢 不, 你聽我說, 你不可以這樣 你給我一支錢 不要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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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你聽話吧 我叫你不要搞我的事 你聽我說 你不用說 我看過兵書的, 治軍要嚴 我說我任何人不能鬥我的戰 你們是要鬥的, 那就是犯了軍法 莫加四象 我先打他三十大板 然後吊起暴山六個時辰 馬上執行 將軍… 還好說 叫你四個體育把戰 你看了甚麼出來 不是, 兒子 將軍… 太快要我, 連你四個也罰了 怎麼會是將軍這樣 就是了 就算不管外面同僚的死活 夫人, 你是他娘嘛 哪有這麼殘忍的 是 不殘忍的… 他是小孩子, 哪懂事才行 連少無知嘛 你們做前輩的, 教他, 指導他, 他聽的 夫人, 你會聽別人說的 一跟他說的, 他的鼻子當然是向著我聽 那怎麼跟他說的 就是了 這些是五役將軍, 我們跟著他有甚麼意思 不如我們回到李將軍那裡 走 別… 夫人, 你跟我們一起走 是呀, 一起走吧, 夫人 不可以這樣 你們記不記得行軍最記甚麼才行 將稅不和嘛 你們這樣的話 場仗不用打, 一定會輸的 贏不贏我也不說了 如果你們走完的話 骯髒子連這一線生機都沒有了 夫人, 但是他這樣對你 是呀, 夫人 是我不對嘛 我是不對, 我犯軍規 我應該罰的, 罰我吧, 罰我吧 怎麼會是人呢? 我定得住, 我定得住 夫人, 忍耐一下, 六個時辰很快 我受得住 你們幹甚麼啊? 我們幾個是代表 東西兩型的全體士兵來跟副將軍求情的 是呀 希望大將軍海量 對副將軍… 重慶發落 請將軍重慶發落 伯母,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欣大嬸呢? 她是你的娘 在軍中他只是我下屬 他犯了軍法, 我依軍法罰她 有甚麼問題 蓮花, 伯母兒說得對的 你只顧著打仗 你知道天有眼嗎? 他看見你這樣對你娘不會放過你 而且場仗也不會讓你打贏 如果這個天是有眼的 又怎麼會出這麼大的熱頭去曬個婆娘 下場月更好一些 你簡直搶詐奪你 你不用多說了, 我有很多事要做 出去, 全都拿出去 是... 先出去... 別生氣了 瘋子, 下雨了 再不下就打輸仗了 下雨了 麻煩你 副將軍, 副將軍不知暈倒 那暈倒又怎麼樣 將軍, 再這樣曬下去 恐怕副將軍性命難保 說了要曬下個時辰 半天閒時間也不准笑 謝謝 那天一定會下雨 你大義是用事 我說那天一定會下雨 你又不是陰天鑑 你怎麼知道那天一定會下雨 總之那天一定會下雨 但如果你還不放殷大嬸下來 到時候他受了傷 你就算可以開展 沒有他坐陣, 你也會輸 你笑甚麼 第一, 我笑你太天真 你以為那些一定會幫我婆娘嗎 第二, 我笑你太無知 就算沒有我婆娘 我一樣可以打贏那個犬龍巨人 叫兵必敗 你說甚麼 你別以為你是三彎仔的妹妹 我不敢教訓你 我說你叫兵必敗 你敢說一聲 說, 怎麼不說 別吵… 連你也害我了吧 我不是害你, 你聽聽 你輸了 乳乳了, 乳乳了 叫兵太陽, 摩乳了 他怎麼放我們呀, 老爺 我再去哪兒, 謝謝 老爺, 真是下雨 蒼天有眼 徒令三軍, 煮水未糧, 不日公殺巨人 是 大戰在職 本將軍很想給個機會 顧帥帶罪立功 放他下來 快點, 快點,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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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麗夫人, 麗夫人, 你怎麼樣 你們不要碰我, 你們不要碰我 你沒事吧 老爺, 剛才我求他下雨 他立刻下雨, 他幫我們… 你不相信嗎? 不是… 謝謝老天爺… 謝謝老天爺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我是吳子麥 我是張景淳 立刻subscribe 歡樂APM YouTube Channel 收看TVB精選劇集精華 還有英國的觀眾朋友 我們最新新出了一條 專門為底地設的Youtube Channel TVB Jade UK 將今年最精彩的劇集帶給你們 記得subscribe 還記得subscribe吧 谢谢大家